公元1654年,紫禁城景仁宫内一个新生婴儿诞生了,八年以后,这位婴儿成为大清国的皇帝,中国历史进入了康熙时代,与此同时,在世界另一边的法兰西,他的国王路易十四已经十六岁了。 一个中国皇帝,一个法国国王,相隔万里,本不会有什么交集,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奇妙,中法两个风格紧密的东西方人民,在他们的时代,最终还是相遇了。 我是郭福祥 不是凡尔赛,这次展览真的很酷。 1688年,对中国充满浓厚兴趣的法王路易十四致姓康熙皇帝,在信中,法王提出了向中国派遣学者的请求。 路易十四这个中国名,甚至称康熙皇帝为最亲爱的朋友,法王派遣的国王数学家历经千难万险,到达北京,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。 谁能想到,只是因为路易十四的一次射牛,让中法关系的走向,就一次改写。 当年的这段友谊被眷刻在一块怀表之上,这块铜路金怀表表盘中心装饰着象征法国王室的金色百合画图案。 基辛百伦保护罩上雕刻一条五爪金龙,这是中国皇帝的专属为一样。 荣与百合花的相遇,两大文明开启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,甚至时尚的全方位交流。 随着交流的逐步加深,中国诞生了直接源自于法国的透明法郎新工艺。 而法国也从中国制词技术中寻找灵感,在塞福尔茨气工厂成功生产出的硬词。 技术的交流刺激新的需求,通过广州洋商,中国宫廷开始向西方定制物品。 而法国也在油画、板画、建筑、园林、挂坛等诸多领域大量汲取中国元素,其中充满着对中国的神秘想象。 这种想象随着物质交流逐渐变成时尚。 18世纪的第一个新年,路易十四甚至在他的宫廷举办了以中国为主题的化妆舞会。 法王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很快涌动成席卷欧洲的流行文化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伴随着欧洲文明的成长。 这就是中国风。 法国是欧洲中国风的起源之地,路易十四的继任者及其家族成员,也成为志愿推广中国风的文化使者。 比乾隆皇帝早一年登上王位的路易十五,甚至按照中国习俗举行春耕集田大量,希望借此促进本国农业。 而他的王后玛丽的四人大厅更绘制了八幅中国农民采摘茶叶的风景。 与此同时,EPP的法国团教士正将各种科学仪器和书籍介绍到中国。 文明的交流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广泛更深刻。 当我们回望着一件件物证,我们的眼光中流淌着一条横贯大路东西的河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